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國行電訊Youtube頻道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LOGMAX 首先看一下它跟機的配件 會送一個殼,透明的,硬身的 說明書 2A的快叉 充電線,會多一個轉接頭 這個轉接頭就是 用MicroUSB線 這樣插進去 先插進去 首先看一下這部機的外觀 是用上金屬材料 一體成型的機身 底部是雙喇叭 頂部有一個3.5mm的耳孔 插進去 插進去的位置 右邊是 電源鍵 卡槽 左邊是音量鍵 開機看看 它這個 這個機的買點 會有一個無邊框 2A螢幕 如果我們去到白色底 可以看到有四條邊 這四條邊 跟金屬邊框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四條邊呢?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就應該是它裏面那塊 LCD LED panel 原本是有那四條邊的 即是裏面那塊 LCD panel 本身是有四條邊的 因為它這個金屬邊框呢 是到這裏就沒有了 那這個黑色的位 跟這個邊框呢 不是黏在一起的 它這個黑色的框呢 是在裏面的 那這三個鍵呢 就在底部這裏 就不在螢幕裏面 那些物理鍵 那咕咕的皮全部裝好了 這些全部都用到 那那個Language方面呢 是有繁簡英的 那看一下它的Live 那現在它的Live呢 都是看到的 那這裏可以調到清晰度 可以高清 超清 如果你要開啟它的任務欄呢 即是平時我們的機器 是在這裡拉下來的 但是現在你拉下來 只可以看到它的通知欄 即是你沒了WiFi,Data,Bluetooth那些給你選擇 你怎樣出回來呢?是按這個按鈕 這樣就出來了 還有這個按鈕也是清內存的 你可以飛出去 相機方面它就用上2100萬像素的 存感器是用上Sony IMX230 還有一個光學防震的 OIS光學防震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指紋識別 這個位置就是指紋的了 指紋識別是支持黑屏解鎖的 即是黑屏解鎖 這樣解鎖 黑屏解鎖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了 現在我們買這部機 就會送多一張玻璃貼給大家 它跟機有送這個殼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送那些水晶套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找回我們個人電訊訂購 多謝大家